我今天有一宗新闻 有宗新闻说打机出货 怎么开玩笑 有个美国有个人上网玩LOL 英雄联盟 League of Legend 然后有个人骂他什么蠢货 不知道 那宗新闻就说 什么被人骂玩得屎 还是怎样 可能雷书波之后被人骂什么蠢货 那个人很生气 火在说一些晦气说话 他就说 他说是呀 本帝国瘋了 来啦 这球啟泰 射还是怎样 可惜被人骂到 我的确是瘋了 然后说我真的想找一个 全是小孩的学校 开张把他们全部干掉 然后再轻尿他们心装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我先声明是引用报纸 一个 美国一个玩League of Legend的少年说 不是我说 然后来啦 你知不知道他的下场是怎样的 好 迪基亚 哎呀 可惜被人骂到 他之后尽管这个人叫 Justine Carter 他照着他打什么 LOL 打算淡化他 说一下笑 做一些表情符号 其他人自己咬了 随便骂阿姆 怎么咬错我得益了 这些怎么会这样 他照着打什么表情符号 咦呀 LOL 但是一样被人检举 他说在今年2月14号被警察拘捕了 当然在问话 最后 警方决定 警方决定控告他 实施恐怖主义恐吓 要投起诉他 监禁他 他说他罪名成立最高的 可能判了8年 保释 不知道要给100多粒 还是什么 他妈妈也没办法 对 then 有些兄弟说 刚刚 的呢 有ens 稳蕊 BK 坐五个月 咦啊!!! 她说五个月 要五十万美金才能保释 居住他家 Respa 没有收回 坐五个月才能够帮出他 所以 quand's se 侯次之决 team 你们型格说这种不用负责或什么 他真的在lol说一 ort nighttime 你真猜不到 还以为 只是在高登說什麼才會被人告誹謊 因為很多人看著 但他講一句話已經足以乃爺 我被你罵蠢貨 所以我的脾氣很好 我被你罵蠢貨 什麼卡關 我都沒有 笑笑口沒有 他照樣玩 如果我說了什麼 你們可能立刻錄音寄給警察 嘗嘗 我試一個蠢貨 後面那些不能說 我真的蠢到想XXXXX 立刻你們又錄音寄給他 可惜是被人攔到腰 撤了 我想知道蠢貨英文是什麼 因為翻譯 我不知道 我想原執原微 想了解 我想理解是否真的這麼憤怒 還是怎樣 好 來吧 你覺得那句是什麼 好 什麼狠狠 這好像大陸那些 喂啊 很險啊 我告訴你 以前大陸有一個很好笑的 喂 小心啊 嘗嘗 大陸有一個超級市場 有些濕貨 你知道就是 海鮮 濕貨 海鮮 濕貨 濕貨 那些叫乾貨 那你知道大陸那個 超級市場的那個乾貨 我的譯名叫什麼 考考你們 你猜不猜到 你猜不猜到 知不知道為什麼 知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改 為什麼他會用那個粗效的字 因為他這個拼音呢 那乾呢 跟那樹幹的那個幹字呢 就同音 他在譯名的譯到這樣 那簡禮池呢 因為他們是同一個字 所以他就 他就 不知道是 玩東西啊 那個翻譯的那個人 玩東西還是怎樣 他用那些翻譯機還是怎樣 他就幫他譯了一個 F字頭 四個字沒有的字 F字頭 K字尾野字 就是Mudgoods 這樣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笑 我笑得抽筋 我在想什麼 我一開始看不到那個中文字 我不明白 什麼意思 一看上去 有沒有人找回頭 我想再笑一下 戀物癖嗎 是啊